日本鐵道之旅 第一台車 就是這一台 新幹線 我們要坐兩個多小時 日本人多有禮貌 你看 它這麼冷的天氣 還是穿着裙子 估計你們這些男生遊客的感受 OK 各位朋友們早安 今天是在東京的第二天 我們現在呢 要準備出發網信系 那個字是念系啊 之前都不知道 很多的念心系 那個字是念系啊 那我們現在出發呢 就要做這個新幹線 那這一次的規劃呢 我們用最便宜的價格 來玩日本的鐵道之旅 整個鐵道呢 大概要坐五天 那會坐不同的火車 還有新幹線 為了讓這個整個行程呢 能夠更快速的移動 我們打算呢 把我們的大件行李 寄放在東京 現在呢 我們要去找個地方 寄放我們的行李 那寄放完之後呢 我們就背著我們的輕裝備 然後往日本的東北出發 整整五天的時間 裡面呢 我們只會放我們簡單的衣服 每天晚上睡覺之前呢 都要洗衣服 整天早上乾了之後呢 繼續穿 這五天的行程呢 應該是 整個費用裡面呢 做到最精簡 然後給大家做參考 然後大家來日本玩的時候呢 可以比照我們這樣的行程 很多人都嚮往日本的鐵道之旅對不對 我已經嚮往非常非常多年了 那這一次呢 終於有機會可以來體驗 所以呢 我們開始吧 現在是早上的八點四十分的時間 大家都在上班 你有發現日本的街道上非常安靜 這邊是日本東京車站八重洲的這個方向 算是東京這一邊比較新的 那昨天有說到在玩之內那邊的話呢 是屬於比較舊的 為什麼我們要先寄放行李 就是因為現在新幹線 如果你有帶這種大行李的話 對 大表二十九吋 你就要買它的那個特大席的指定車位 會很不方便 如果座位滿的話 你可能會搭不到它的車 那如果你還是硬把行李帶上車 可能會被戰務員就是罵 或是他也要幫你想辦法 造成日本人的不方便 從2023年5月24日開始 對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有大行李的話 就是你盡量在搭新幹線的時候 就是去寄放 OK 走吧 我們使用這個ECBO Clock服務 它算是一種無需投幣式的寄物櫃 那使用手機的APP呢 就可以預約寄物簡單的寄存行李 因為我們第二天一早呢 就要出發 搭乘新幹線網信系 而透過這個服務呢 我們可以簡單的找到附近 有哪些據點可以寄放行李 而之所以我們不選擇在一般 這種投幣式的寄物櫃是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我們這次的鐵道跡旅 一共有五天 但是呢 我們查過 在日本投幣式的行李箱呢 最長一次只能放三天 如果超過三天的話 贊務人員就會把你的置物櫃打開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拖出來 所以通過這個服務呢 你可以寄放超過三天以上 重點是呢 一件三十寸的行李箱 一天也只要一千塊日圓而已 以日本的消費水準來說 這個費用其實是不高的 再要往這個 新幹線的貴賓市 那最主要是因為 這次為了體驗這個新幹線 我們有升等新幹線的頭等艙 我們就是有買那個JR的 周遊券嘛 但是你如果再加錢 就可以升等其他的 另外再額外付費就對了 現在去體驗一下他 頭等艙的貴賓市 去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樣的設施 這次雖然我們有買JR 日本的鐵道周遊券 就是大家所說的JR Pass 而這類的JR Pass 最高頂多就是能夠 達到新幹線的一般座位而已 大家可以想像台鐵 或者是高鐵的普通座位 隨意都可以乘坐 但其實在日本 新幹線還有更高等級的商務艙 也就是Green車廂 以及這幾年呢 開始還要比商務艙更高等級的 Green Class頭等車廂 所以我們昨天呢 娶我們的PASS的時候呢 就有請贊務人員 幫我們將今天前往 新系的座位升等到頭等車廂 我們呢 待會就要來帶大家體驗一下頭等車廂 那麼在這之前呢 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要先進去買頭等車廂 才可以進去的休息室 只要是當天乘車的旅客 都可以在發車之前90分鐘 免費進入這個貴賓市 我們就進去看一看有什麼吧 頭等車廂就是新幹線 比較前面的車廂 座位是最大的 可以躺著睡覺 跟飛機的商務艙的意思是一樣的 那這裡面 全部都是應該都是商務客 比較少遊客 所以說全部都是日本人 然後我們很安靜 非常安靜 然後那這邊提供的就是咖啡 甜點跟水 沒有那個什麼早餐那一種 應該沒有那種 因為我剛剛看到Menu上面 就只有這些東西而已 就讓你休息 在這邊也可以連線得到 他們這裡啊 東日本的Wi-Fi 是完全是免費的 我們來測試一下 這邊的網路速度 大概多快 哇還不錯耶 這公共網路Wi-Fi 可以到76Mbps 哇 上傳可以150Mbps 真快 剛剛直接打噴嚏 打不完 剛剛是過敏 我現在鼻涕快流下 服務人員馬上 就第一包麵紙過來給我 出國旅遊的時候呢 我們大家最重要就是什麼 我們的SIM卡 對不對 我們SIM卡通常有時候會怎麼做 在台灣呢 譬如說你是用中華電信 你就會去申請漫遊 但是那個都比較貴 或者到機場去租那個分享器 那個也很麻煩 你回到台灣你還要還 所以呢 我這次出國 我們整個team 全部都是用DJB的唱日卡 那這個唱日卡呢 最棒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再去像過去一樣 你要這樣往去買那個什麼實體卡 寄到你家 然後用個幾天之後 然後直接作廢不用 現在全部都是用eSIM 然後使用方法很簡單 我們只要掃它的QR Code就可以 直接掃QR Code 瞬間耶 馬上好耶 它現在正在流線 喔 起用 喔 起用 Good 它還有給你一個第二方案 就是把連結跟起用碼 放到你的手機設定裡面 就搞定了 我現在已經起用了 而且我現在這次用的是5G喔 欸 這不算漫遊 這是用日本當地的 真正他們的網路 不是透過回到台灣漫遊 再出去的 好 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現在呢 在秋葉原 那這地方呢 我們也可以收到5G的訊號 所以呢 我們來測試一下 5G訊號 用Speed Test 在這地方速度可以到多少 好不好 我們來測試一下 3 2 1 按 開始囉 500 800 900 600 再充 600 差不多就在600 600 哇靠 好快喔 上傳在30耶 不過下載速度超快 因為我們大部分 都是用下載比較多啦 你要知道喔 一般如果你去租那種 所謂的上網卡 我告訴你 不可能600 不要說600 200都不可能 不要說200 100都不可能 搞不好只有30 50 真的超強 那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是5G對不對 我們現在試一下4G 現在媽媽的4G我們來測試喔 來 看一下速度多少 衝 再衝 哇 30 28 19Mai 20Mai 21 上傳 2Mai 喔 我上來了10Mai 可能因為這邊的人比較多啦 日本東京喔 你如果就是人一多的話 他網路速度就會比較慢一點 21Mai 然後上傳是4.4Mai 沒關係我們再換個地點 我們等一下再交叉測試 好不好 現在在求遠 我們到下一個地點再做測試 我們現在來測一下 現在的新幹線 我們現在在往新西的這個頭等艙的測箱 測試一下 網路的速度 現在這裡是5G喔 看一下 哇 140 150 160 160 180 130 120 哇 快 看 上傳的速度 下載還有103 平均上傳154 欸蠻快的 在新幹線車上 高級嗎 高級嗎 就是標準的 休息室 休息室這樣 有沒有酒可以喝 欸有但我們沒點 喔 他用點的喔 所以不是隨便你到 可以跟他點餐 沒有餐 我們現在要進去的 但因為票一堆喔 有補票的 JR周遊券 那到底要怎麼樣進去呢 不知道 所以我們直接走人工的 讓他去幫我們看票 就直接用JR Pass的進去 OK 可以 接下來我們要前往東京車站的 新幹線專屬月台乘車了 今天呢 我們要搭乘的是 東京前往新系的上月新幹線 而搭乘的是近幾年 全面取代E4系列的E7系列新幹線 而開往新系當中的E7系列新幹線 還有一個特別的稱號 叫豬路好 因為豬路除了是新系線的吉祥物之外 同時也是日本天然紀念物的鳥類之一 大家可以看到這列車上 有特別設計過的豬路圖案 是不是覺得他的設計有一番風味呢 我們現在在第八月台 我們在等著我們的車廂 現在車子要進來了 我是在第12車 然後我們在偷等箱 等一下如果有機會我再過去找你 這台 哇賽 其實買JR周遊券的人 也沒有指定化位的話 其實自由行李 我們這個時間來看到是還有 我們要坐這台到新系啦 超帥的 五天日本鐵道之旅 第一台車 就是這一台 新幹線 我們要坐兩個多小時 對 你會不會太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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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式進入這列車廂的頭等艙了 那這個Grand Class頭等艙呢 它上面的座椅 幾乎是比照飛機頭等艙的設計方式 是一張相當大的皮椅沙發 而且是以1加2的方式為一排 而且呢 一個車廂只有安排18個座位而已 而我們上網看這個座椅的介紹呢 前後距離有130公分 椅子的寬度呢 則是有52公分 比起商戶車廂的116公分 及47.5公分還要來得更大 同時呢 椅子調整的部分 是採用全面板全電動式的方式 來調整椅背還有腳鋼 扶手這地方呢 還有電源插座可以使用 在這個列車上 真的是有 有冰至如歸的感覺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JR新幹線頭等艙 其實是有提供餐飲服務的喔 只是我們這次搭乘的 東京前往新系這個班次上面 這個路上呢 所有頭等艙都是 無餐飲的服務 我們如果在車上要吃吃喝喝的話 就要另外付錢購買了 否則呢 搭乘到有提供餐飲服務的列車 車上還會有車廂小姐來幫你 提供免費的餐飲服務 還有提供酒精飲料之類的喔 真希望下次來的時候 可以體驗一下 有餐點服務的頭等車廂 我以為是有餐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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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你 請客人請客 請客人請客 好熱喔 超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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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超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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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真的喔? 你要去哪裡? 找你啊! 喔!我要看一下這邊 所以這邊是底盤的座室 椅子這座起來其實還蠻舒服 就像台灣的高亭 但是順座感覺就沙巴也比較軟 跟台灣的高亭比起來的話 應該會感覺更舒服 然後這個一樣是黑紅紅糖 這後面的高度應該是可以挑的 欸!其實蠻舒服的耶 這樣燈光算很明亮 還不錯 應該也是一樣 跟高亭一樣 都差不多 哇!給大家看一下外面 到站了 12點17分 到星系站 啊!這裡有冷喔 來去跟這一台星干線 say bye bye 日本鐵道之旅 第一天星干線完成 人生解鎖 很漂亮 我們去吃他們的米吧 這邊星系的米是日本最棒的 這個地方應該是日本戰國時期 就是上山千姓的領地 就是這裡對不對 對 星月嘛 對啊! 在南邊一點那邊就是五田信玄 五田信玄就是在富士山啊 賈匪 如果說我們是買JR券 其實你做自由行也沒有問題 第一天的體驗就覺得很棒 更何況我們後面四天要給它做好做好 我在上面坐到睡著耶 不是你椅子上床吧 我們椅子超小的 我媽還睡著了 有吸煙室耶 你要不要趁機要趕快吸煙啊 這不是 這只有在北日本才有這種東西 對 因為日本很冷冬天 那你要在裡面就是 你在月台上等的話會冷死 喔 對 所以他們很多這種地方 就是裡面有暖氣啊 Thank you 所以我們只剩這一張 所以這車票交給你管 好交給我管 你再把它鎖起來 OK 還是你們要保管 沒有交給他 但他不見我們就回不去了 對啊 日本人多有禮貌你看 他這麼冷的天氣還是穿著裙子 估計你們這些男生遊客的感受 為了日本的觀光 他們堅持還是要穿裙子 很讚耶 來日本那麼多次 終於有機會來到 離東京遠一點的地方了 就是不要再去東京京都大阪這種 我們還會去那個嗎 秋田嗎 喔我們會去秋田喔 秋田都是養秋田嗎 秋田線一出去都是秋田泉 接下來是明天才會坐火車了 所以現在下午時間都是自由時間 新蟹真的是有生產越光明 所以我們去體驗的是三樓一個天地風格 看不懂裡面的 但我們就進去 反正我們就是冒險吧 進去裡面試試看 它這兩個不同口味吧 我試試看這個是什麼 這要趕快吃 因為你不趕快吃的話 那這個外面這個 海苔它會軟掉 鮭魚 海苔味道很香 然後白飯呢 口頭 跟台灣米差不多 我現在咬這個 梅子 我試給大家看 好 這個好吃啊 這個就昆布了 鮭魚這個吃起來 其實就跟我們 Benny商店那個 海底雞喔 這個比較好吃 好吃 好 我們現在在星系 的餐廳裡面 旁邊是星系車站 看到嗎 我們現在測一下這邊的四局 開始 所以是17 15 那5G呢 我們來看一下5G 86 18 那4G的也不錯啦 因為一般 國外的 旅遊網卡 搞不好速度更慢 大概是2-3倍 那為什麼4G的訊號 也可以這麼強呢 最主要因為 它是串流三大 日本的電競公司 KTDI DOKOMO 跟SOFTBANK 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它就是吃到飽 完全不降速啊 同廠家硬在海外 遇到網路問題 也可以洽詢 24小時的線上真人客服 各位如果有興趣 我把DJB的暢字卡 連結放在下方 大家可以趕快去看一下 我明天要搭這台車 SL 真的 蒸汽列車 欸這個SL 這個蒸汽列車 在那個模型車裡面有 對對對 SL就是蒸汽的意思啊 明天應該車上都會有一些 沒有油味吧 會 燒炭的味道 對啊會不會搭完之後 身上都是味道 應該還好吧 那我們要從哪邊搭 我們要從 現在是新系嘛 然後做到新晶以後 就換這台 喔 很近 天氣好冷啦 現在才6度 我們今天要住的飯店到了 我們走了2公里 從車站 沿路一直走走到這邊 到了 我的臉已經 沒有知覺了 今天晚上我們要住在 新系大昌酒店 講到大昌 大家是不是想到 我們台北有一間叫大昌酒盒飯店呢 沒錯 這裡呢就是大昌跟台北大昌酒盒 都是同一個集團的飯店 不過呢 新系大昌 並沒有像台北大昌那樣是 五星級的等級 新系大昌酒店呢 算是有一點年紀啦 所以在飯店等級上 是屬於三星級 不過即使是三星級 日本的服務呢 還是相當不錯的 我們在check in 完之後呢 服務人員還親切的 帶我們到樓上 我們現在呢 就過去帶大家去看看 我們今天住的房間吧 我這間大間啦 兩張床 這裡還有個沙發椅 這個看起來裡面的坪數 應該差不多七坪 看一下廁所 有沒有浴缸 有個浴缸啦 不過有點舊 但是它這個 都弄得很乾淨啊 這一間 一天 兩千多塊錢 台幣 算便宜了 出來外面旅遊 一個晚上這樣一間 兩千多塊 真的很便宜 在台灣可能要 沒有個三四千 跑掉 如果你假日的話 五六千 還蠻正常的 後來Alan在飯店稍作休息後 就開始準備明天的旅程了 大家盡期期待下集的鐵道之旅了 我們下集見掰掰 在英國 對 英文 日本語 在英文 日本語 在英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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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 好,好,好